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打扰关家公务吧 关家倒是没有召见谁 只是 那个 关家 碧汉跳得好吗 把踏歌跳成了独舞 也是别有一番味道 不错 臣妾不知道关家竟然有课 进了店才发现 打扰关家了 你怎么会有的 皇后来得巧啊 这是 今儿慧柔百日宴上 没来跳舞的小姑娘 教席 带着她来扶您店请罪 看座 五娘张碧汉见过皇后娘娘 这小妮子 便是宴席上提到的 那个不同事儿的小丫头 小人无能 没把她叫得好 还求 还求皇后娘娘 指示教诲 不是关家召她们过来的 是杨副毒枝 直接带人在店外候着 求见关家 说是小姑娘一直哭 不吃不喝 定要向关家当面请罪 这姑娘很倔强 教习也管不住 又怕闹出大事儿 才求着杨副毒枝 一直哭 绝食就能见关家的话 别说这扶您店了 宣泽楼都得挤她了 我就不信 关家不见她 她还真能饿死不成 今日 乃叔 你说 管家 管家 臣妾是不是 真的太刻板于循规蹈矩 将这后宫 管理得太沉闷 刚才看见这个小姑娘 确实活泼灵动 我 后宫之中在官家眼中 自我之下 可能已经与悬丝傀儡无异了 单叔 我绝无丝毫对你不满 你从十八岁起便驻理后宫 不久便上下兵符 众格归心 我虽不理后宫事 却也不是不知不懂 你若胸襟窄一分 才华少一分 只是人云亦云之辈 也能如此呢 其实单叔自小并非循规蹈矩归修 我 我知道 善骑射金剑术 还偷跑去印天府书院听过课 怎能用循规蹈矩来形容吗 单叔 我何尝不懂 在这进宫之中 单叔